大家好 升旗易得動 今天是2023年5月12日 已經是星期五 我們想跟大家報一則突發的新聞 一團大約400人的溫州大團 拿到正式的簽證去到意大利 誰知道 他們不願意回家 全部人失散中 現在 就好像水銀卸地 分佈在意大利不同的地方躲起來 拒絕 回到這個祖國 神聖的祖國 這件事令到意大利 即時停發對中國的入境簽證 這件事真正類街坊 以後想去意大利也少了地方 意大利其實是溫州人一個很熱門的去地方 溫州人在意大利搞很多時裝呀 手袋呀 皮革的生意 甚至乎 可以說是在稱霸意大利 米蘭也好像被溫州人壟斷 大家說出來真的不相信 一個歐洲的名牌重鎮竟然被溫州人攻陷了 這件事是比較更新的 另外想跟大家說一下 意大利 也是 覺得他們要退出一帶一路 原因呢 現在意大利是歐洲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 但是他們覺得被中共找了笨 為什麼呢 我們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意大利總理梅諾黎上星期在羅馬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那就跟他說了 可能是暗瓦底 我們意大利覺得被人找了笨 我們要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 彭博在5月9日也報導過 意大利向美國發出一個信號 表示他們打算退出這個 爭議不斷的一帶一路 在在場人士 羅馬會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時候 在場人士透露 意大利總理 梅諾黎 他們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最終的定案 不過 其實 很想很想 退出這個一帶一路 官員透露 在明年的3月份 這個一帶一路協會就會到期 而意大利 很大機會是 不續約 但是需要時間跟北京商討一下這個問題 羅馬 不會 在5月 遲些的G7會議作出相關決定 因為這樣 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 說回這件事 要追溯到2019年 自任意大利總理孔蒂 簽署了中國基礎設施倡議一帶一路 成為 唯一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西方國家 也是G7集團國裏面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成員 這件事 基本上 令到歐洲人覺得很羞恥 被意大利影衰 一帶一路從來都是第三世界 中國 或是是收買第三世界的一個法寶 你以大利身為發達國家 你加入甚麼一帶一路啊 你真是自己拿架來刁 是不是 好了 當時的說法就是 除非羅馬主動提出要退會 否則 在2024年是會自動中約的 你不能走的 就像簽了有線一樣 上級了很難 孔蒂本身打算 當時這個協議可以幫助意大利的低迷經濟 像是心臟起駁氣 跳一跳 誰知道 過去四年 意大利不僅沒有撻著 比之前還差 比以前還差 2022年 意大利對中國出口總額 升到164億歐元 大約181億美金 比起2019年的130億歐元 升了26% 就這樣看數字也不錯 也有升 但是相比之下 意大利官方數據顯示 同期 中國對意大利的出口 由317億 狂升一倍 到 575億 歐元 即是說 意大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是高達411億歐元 當時2019年的187億貿易逆差 是差了1.2倍 現在越來越嚴重 你賣的給人增長只有20% 人家賣給你 升了一倍多 2022年 歐元區兩個大國 一個法國 一個德國 對中國出口明顯增加了 他們沒有加入一帶一路 但是人家有好處 而你加入了一帶一路之後 你就沒有好處 出口增加不多 但是入口中國就不斷賣給你 實際上 加入一帶一路 可以說是窮途沒路 轉了政府 當然有新的發展 意大利 新總理梅洛利 在9月的選舉中就贏了 他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 明確表示他是 不贊成這個孔替的做法 強調一帶一路 是一個大錯誤 政治上 我們沒有意願支持 中國向意大利或歐洲擴張 好了 加上現在美中的新冷戰關係 令到羅馬覺得 我們也是要跟隊 要選邊站 跟歐洲大部分地區一樣 意大利 基本上就是 夾在華盛頓和北京 大家的緊張氣氛 以及衝突之中 由於北京繼續支持俄羅斯侵略 意大利 當然不可以 因為我們是好人來的嘛 我們怎麼可以跟壞人站在一邊呢 一個是通緝法 一個是屠夫 是不是 美中關係 除了緊張之外 亦都 加緊他們跟歐洲的合作 我們知道 現在歐洲跟美國 可以說是一個問月期 大家有共同目標 就是要支持烏克蘭 要支持烏克蘭 大家的共同目標 共同的人 除了 是俄羅斯之外 當然是中國啦 大家不用說 說到明就要支持烏克蘭 所以他一直以來 都希望 可以 退出一帶一路 梅拉利的發言人 拒絕 評論這件事 而麥卡錫的辦公室也沒有回應 當然啦 免得說啦 他說 這個匿名人士報料 說美國 積極向羅馬斯壓 要求在這個一帶一路問題上 要公開 不可以 再拖累大帥 退出吧 知情人士這樣透露 其實梅拉利的外交顧問很擔心中共會報復 大家知道 中共是一群黑幫 是嗎 是虎頭幫來的嘛 虎頭幫一定會報復的啦 所以他們 現在一直以來都不想說不想出聲 即使在5月19日 在日本廣島舉行的G7領袖峰會之前 都不會公開或者宣布退出的 其實意大利想退出一帶一路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除了他的出入口生意不如理想 在一帶一路找不到好處之餘 經濟也沒有幫助 你們也不是利益我們 你們是來找我們笨拆的 賣那麼多東西給我們 其實是來騙我們 好了 騙了算數了 現在意大利覺得他們有一件事他們很想要 就是半導體 原來他們希望 跟台灣加強半導體的合作 彭博在4月18日曾經報導過 意大利官員 跟台灣的政府私底下 是暗中 是有計劃 他們 覺得我們如果退出一帶一路 你們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這個半導體技術做多些東西 給我們一些好處 我們受理溝 羅馬工業部的官員 最近在台北 舉行一個 加強半導體生產 出合口合作的計劃的會議 這個會議 講及 羅馬 希望 台灣的同業 可以幫忙 增加對 意大利的幫助 搞多些東西 搞多些半導體的合作 大家應該 找一些好的發展 我們不會再做一些切野垃圾 好了 當時他們說 必要時我們退出一帶一路 你們想一下 高級官員 訪問台灣的時候 表明 意大利 很願意深化跟台灣的外交關係 我們應該 老友一點 台灣 是半導體以及其他高科技產品的重要供應商 所以意大利 很希望 可以跟台灣加強合作 而台灣 也計劃在米蘭開第二間台北辦事處 除了羅馬之外 免拉多一間 意大利 做了一個 諒解備忘率 他 受到華盛頓 以及其他西方局界的密切注視 當然是好 每個人都希望 你們 就應該趁台灣 遠北京 北京不會有資訊給你 意大利新任的總理梅拉尼 和他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 過去 曾經在中國台灣問題上 批評過中共的霸道行為 不過 自從 去年年底 他做任意 聯盟領袖以來 他一直都是 封口 不要說了 身份敏感 因為 歐盟很努力 他一直都是 想 搞好關係 而本身4月份有一班羅馬的國會議員打算去訪問台灣 結果 他們說 不要刺激中共 我們 不想那麼快就跟中共反面 不過 退出就一定退出的啦 你們都沒有好處給我 好了 意大利基本上在梅拉尼做總理之後 一路都小心翼翼 不想製造一些外交的災難 不過 始終 意大利現在 當然是 脫離中共一帶一路的決心就很大了 首先 美國會給他一些好處 第二 又想跟台灣多點合作 第三 中共實際上沒有甚麼Jaxel給了別人 好東西就沒有 賣完垃圾產品來 不如我們也是溝一下台灣 也信一下美國爾 畢竟是個大佬 所以 接下來很大機會 唯一一個G7 和西方國家 就會退出一帶一路 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講到這麽多 想著走路去意大利的溫州朋友 各位朋友 不好意思 你們的同胞 先你們一步 現在你們被人封了這扇門 那麽就去到那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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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講到這麽多 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趣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 經濟一般都不要緊 大家可以用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按LIKE 分享節目 以及多點留言 多謝 拜拜